有钱人都玩什么车呢 如果你说法拉利亚斯马丁 那肯定没毛病 但是还有一种车 就是今天咱们节目里边的这种 小40万的一台 菲亚特500阿巴斯版本 那么我们在看圈子之前呢 先给大家快速过一下这台车啊 这个车它有很多特别的地方 首先这台车是今年正式以平行进口的方式 在国内开始卖了 我们拿的这台呢 是一台全新的车 直接从港口运过来的 只有27公里的里程 阿巴斯呢 它是来自于意大利 同时是菲亚特御用的高性能改装品牌 就像M和AMG一样 咱们具体看一下车啊 其实这台车已经全副武装过了 发动机呢 已经不是普通版500上那台 1.4自然气器的机器了 而升级成了1.4T 并且阿巴斯给它换装了 盖瑞特的可变叶片角度的涡轮增压 这个盖瑞特呢 其实属于全球最大的涡轮增压升联厂之一了 可变叶片角度呢 就意味着这个涡轮它可以起压更快 而且更顺 另外就是进气这块 它用的是BMC的高流量进气系统 BMC呢 其实也是一个意大利品牌 而且最近这个品牌在国内还挺火的 它的排气用的是一个叫 Record Monza Savara Postle的主动排气系统 听上去特别唬人的一个名字啊 但其实这个就是他们自己起的一个名字 是为了纪念他们在蒙渣赛道打破的一个记录 但是这个排气的声音还是非常猛的 就你听到这么小的一个车 然后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啊 这个板都在震啊 这一套东西 加上它的电脑 一共可以输出 160鲁马力和230牛米的扭矩 然后操控部分呢 它用的是Kony的FSD的电条软硬的避震 Kony的品牌其实是一个荷兰的避震器品牌 等有机会呢 再给大家慢慢讲这个牌子的避震器 轮胎它使用的是P0的Naro 这个型号相对来说有一点老旧了 就如果你拿同时期的米其林来相比的话 相当于大概是PS3那个时代的产品 最后呢 就是这台车 它是在波兰生产 然后再拿到意大利去组装的 OK 了解完这台车所有的情况 我们现在就进入圈速环节 中砂进入1号弯 入弯的速度还可以 但是在弯心的时候 感觉轮胎有点抱不住 速度低了一点 出弯换挡的稍显顿挫 在直到的加速过程中 看起来比较顺畅 提速也是比较快了 中砂进入这个向右的3号弯 你能听到轮胎早早的又开始撕叫了 一个小加速之后呢 进入整个连续的左左弯 车速相对稳健 抱得很死 但算不上快 一个小直线 到达黄网阁之前 约翰收了一点点油门 调整了重心 出弯之后进入大直道 感觉转速后半程 动力输出非常的持续 最终尾速132 和我们之前测试的宝马330一样 接下来的右转弯 又暴露了前轮抓地不足的bug 全力加速后 选择中线进弯 这次控制了车速完美的过弯 开优加速之后 就是最后一个弯角了 在这个弯的平均速度 也只达到了90上下 全力充限 最终用时1分03.70 这个成绩排在了思域和明觉MG6 Pro之间 不知道是不是比大家想象的要慢了 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 对于这个圈速的分析 咱们先来听听车手约翰是怎么说的 圈速还是一样 整体还是推头的那种感觉 对 整体还是推头 然后就稳定系统会介绍 你跟稳定系统配合的特别好 就肯定会能快一点 反正你再找你们俩之间的感觉 加速的那种质感 我觉得都挺好的 像一个小钢跑的感觉 但稳定系统这个如果能关掉的话 能快一秒多 我觉得起码 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结果 首先从物理层面来讲 这台500呢 其实它已经是2007年就有的一个产品了 并且包括它的发动机的布局 它的重心 都不是往非常运动的方向去打造的 再加上它轮胎的缘故 所以它在弯中更倾向于推头 弯里边的速度也相信会更慢一些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它的AMT变速箱 这个变速箱真的是换的非常的慢 所以我要去联系我们平静上的朋友 我们再去借一台手动挡的车型过来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账号 在之后呢 我会给大家带来这台手动挡车型版本的圈子成绩 当然如果你觉得你能猜到这个手动挡车型的成绩 会提升多少 也可以打在公屏上 看看你到底猜得准不准 还有最后一点 就是意大利人坐车 他们的风格就是 我可以不是今天在赛场上最快的 但我必须是最浪的那个 我必须是全场的焦点 所以这个车 你把它开到大街上 大多数情况下 你都是整条街最吸引眼球的那个 全套的装备加上巨大的嗓门 我觉得在它面前 像mini这种车都属于保守派的类型了 OK 所以今天给大家聊了这么多 又回到了最开始的话题 这台车 就是给那些预算相对比较充足的同学们 准备的一个日常代步的玩具 偶尔去赛道里或者山路里撒的花 那今天的高中圈讨访榜节目就到这了 大家如果对这台车有什么感兴趣的点 或者想问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